初起石泰峰赴苏千市四阳县 树阳县调研三门工作 石泰峰先后考察了四阳县 树阳县的高效设施农业 农业龙头企业等现场 深入了解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情况 位于四阳县的江苏瑞信生态农业公司生产基地 可年生产先切花一千万只 盆花五百万盆 石泰峰希望他们积极开拓市场 把企业做大做强 在省委驻树阳县帮扶工作队帮助汤建镇贫困户发展的无土草坪种植田头 石泰峰要求帮扶单位既要帮农民付口袋 还要帮农民付脑袋 调研期间 石泰峰听取了视线有关情况汇报 他强调 素签正处于实现全面小康 并向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 必须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位置 全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努力开创农业农村发展新局面 要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大力鼓励农民自主创业 帮助农民成功创业 图书抓好村庄环境整治 大力推进村籍四有一则和农村实事工程建设 落实视线党政一把手副总责的领导责任制 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探索建立符合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求的体制机制 调研中石泰峰强调 当前正是夺取秋熟丰收的关键时期 必须切实加强水稻等农作物的田间管理 特别是病虫害要加强侧暴 科学防治提高效果 一招不让的推动全年三农工作目标的实践 首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